再來是華社的獨家消息 來看到美國紐約在去年三月一號 發現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的病例 至今屆滿一週年 華社美國特約記者莊士傑 實地前往了紐約的時報廣場 人潮依舊是稀稀落落 不到疫情前的十分之一 而著名的百老會音樂劇 更是已經暫停演出一年 不過呢 紐約目前已經有超過兩百六十萬人 接種了第一劑的疫苗 就希望在疫苗的加持之下 能夠儘快地恢復正常生活 來看我們莊士傑的獨家報導 嘹亮歌聲配上華麗造型 百老會音樂劇吸引無數觀眾朝聖 但在紐約幾乎有一整年 看不到這樣的演出 去年三月一號 紐約發現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至今屆滿一週年 還沒擺脫疫情陰霾 華社美國特派記者莊士傑 實地來到曼哈頓的時報廣場 晚上七八點 本該擠滿準備欣賞百老會表演的遊客 現在人潮卻不到疫情前的十分之一 事實上百老會從去年三月 就暫停演出 將在今年五月底 是疫情狀況再決定是否恢復表演 為了儘快回到正常生活 疫苗如火如土開打 生活逐步解封 紐約餐廳開放百分之三十五的座位 讓顧客在店內用餐 美國直籃NBA和美國職棒大聯盟也都開放百分之十的現場座位 讓球迷進場觀賽 紐約何時能完全恢復 大家都在期待 華視新聞 林紫陽莊士捷報導